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创爱世界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YouTuber的五大新生 如果你不是YouTuber 有想过做YouTuber 你可以通过这个video 更了解YouTuber的世界 第一个新生就是想不到idea 你知道身为一个YouTuber 时时刻刻都要想一些idea去拍什么 要怎样拍 拍了要放什么标题 拍了会有人想看吗 有时候真的会遇到瓶颈 不知道要拍什么 就算想要投报也不知道要拍什么 第二个新生就是拍影片不满意 我刚才好像说话不够自然 我的娘好像不够帅 台词好像不够好 剧情好像不够顺畅 这个影片还是不要上传了 第三个新生就是被朋友家人打击 为什么好好的工作不做 就做什么YouTuber 赚得到钱吗 赚得到吃吗 可以赚得到吃了 只是吃少一点了 嘿你最近在做什么 做YouTuber咯 什么是YouTuber 就是拍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的人咯 蛤 有钱赚的吗 有啊 有人看就有钱赚 蛤 没有人看你赚什么 怎样过生活 诶 第四个新生就是常常会羡慕别人的频道 这个频道是做整人咯 那么多subscriber 那么多人看他的video 找机会一定要模仿他的影片来拍一下 看看我能不能像他一样成功 嗯 2000年之后 yes yes 终于拍好了 看下影片的成果吧 诶 有不少人留言哦 哇啦 抄袭别人 人渣 白痴 废材 copycat 第五个新生就是不能放弃 因为放弃 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常常会提醒自己 不要放弃拍影片 如果放弃了 我就要回到原点 回到做不是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过着不是我自己喜欢的生活 所以不管怎样 我都一定要坚持下去 套用罗志祥最近说的一句话 坚持 比努力可怕 因为努力的人 当他的目标达不到的时候 他有可能中途会放弃 可是坚持的人 他会跟你拼到底 我在拼 什么 在意什么最多 以上五个新生 就是我本身在做YouTuber的时候 遇到的新生 当然不是全部YouTuber都有同样的新生 这五个是我小弟本人的新生 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就给我一个like 还有帮我分享给大家看吧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